在新台湖的客人社区在新台湖旁邊 來基板社区散業的體驗多年 不然在草仔粿還有泡餅給品種 可以自己來做做體驗 草仔粿是米糰 是由主比加上樹菊草來做的 然後加上孫冬、菜佈在肉丁來 可以來完成 另外泡餅跟我說 需要一點水到紅糖 又經過咖啡和發菌後 就可以泡行一個泡餅 第二這是早前農村生活出品又好玩的吃東西 等生化客米社区 日前客用新台湖旁邊 也在湖旁邊基板社区散業 提供外丁 安排炒過到碰壁 來讓參加外丁民眾 可以自己在外製作 專門經理消息人標示 炒過的米糰是能夠主力 加上樹區炒作成的 能夠包在孫冬、菜佈、豬肉丁來 可以來完成 這個是用糯米 加入薯菊草 然後把它揉成麵糰 揉成麵糰之後 我們先把它捏扁 捏扁之後 我們加入我們的餡料 那餡料裡面有 薯筍還有菜佛味、肉燥 還有蝦米、香菇 像在包包子一樣 把它包起來 然後把它包進裡面 然後整形一下就行了 那把它搓揉成這樣桶圓形 這樣尖尖一顆 然後放到蒸籠裡面 蒸個15分鐘 就是成為我們的炒花粿 另外一項 懷骨魚還有醋味的就是 碰兩天鹽 只要用到一點水和紅糖 用過咖哩和一點發粉 就可以碰到一塊古早味的湯片 還是早期農村生活 出味好少的水吃麵糰 然後我們使用二砂 就是我們的紅糖 下去做 在爐上把它做溶解的動作 就要完全濃化嗎? 融化到它 有一點點濃稠的感覺 它需要有一點點 就是需要有一點技巧 它要看到它的濃稠度 到達一個濃稠度之後 才加入我們的小豬大粉 然後快速攪拌 就要不斷的攪拌 對 而且攪拌的動作非常快 在定期的 不定期的做一些 私農教育的體驗 它這個工程也是我們 體驗的一些 有省之力的活動 生化蝦米社區 臨近生化湯匆 早期農民都是這種感情過的生活 他們出社區散鴨 主要有感情 隔禦金 歐馬町商品 並且頭過農村再生價為福德 將社區散鴨 開發心 自從平白 讓社區散鴨 可以持續經營發展 既然肖建委 生化區常報得 對 對